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方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方向正向沙冷器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拼经济反网部 好 今节讲讲俄罗斯和印度 其实很多的大V 经常说俄罗斯是中国的 Tiergerman 即是很铁关系的兄弟 很好关系 但是 这件事我想 那些人就等于打了他们的脸 是什么事呢 原来昨天 俄罗斯总统普京 就会误了 曼富莫迪 即是印度总理莫迪 签了多份的合约和协议 居然是说要加强 帮助印度防御 是的 但是你又可以从第二个角度来看 你觉得俄罗斯好像对中国有点不好 因为中国和印度关系 不是那么好 你现在还说帮印度防御 但是你要想一想 另外一方面 印度也是 说自己和美国关系很铁的 现在他和俄罗斯签这些东西 其实 美国佬都觉得 你居然和他们签东西 又帮他们买东西 当我们美国是什么 其实最后证明了什么 这个世界 每个国家的领导人 只会为他们国家的利益着想 什么铁不铁哥们 有的 有这些关系 但是 你说是否会完全放弃自己一切一切 切头切尾的利益都不要呢 我是不是很信的 对不起 我是不是很信的 其实国家 都是为自己利益的 美国曾经想着 什么事呢 就是想着 叫印度人不要卖俄罗斯的军备 因为要制裁俄罗斯 而且美国也想拉拢印度对付中国 但是 想不到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莫迪 是要加强两个国家的联系 他们也会签一些协议 包括十个协议 最少十个协议 包括两个国家军事 技术的合作 军事技术合作会延到2031年 以及 俄罗斯 会帮助印度 当然 军备上会帮助他 而且 会帮助他生产一些东西 哦 好错 那两个国家的官员 就爆料给华尔街日报 那究竟这两个国家有什么疑情呢 就包括 对照 印度和美国 和其他 几个盟友已经签订的协议 是 猜不到 是使用 印俄 海港和其他 海军设备的 叫做 物流设施 即是 印度不单止是会被 澳洲用 亦都会被俄国用 到时好笑 到时你们说 俄罗斯很危险的 和中国一样 结果 你们一起在印度的 海军基地出现就搞笑了 是吧 另外 这场会议其实是在 昨天 12月6日 辛德里举行的 俄罗斯 总统普京上星期就说 我 就会和莫迪先生 将会勾勒出 为了发展双边经济 新的大规模枪议 这些枪议将会在能源 和太空站 还有疫苗生产 还有 令到 中国和美国 觉得 紧张的是什么呢 或者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国防 当然 中国就是紧张 俄罗斯又说和我好兄弟 结果和印度 签那么多军事协议 美国也说 印度你说和我好兄弟 你又和俄罗斯签那么多协议 还帮他买东西 他们 印度和俄罗斯 都会积极在能源 和太空站 还有疫苗生产 还有 军备国防方面 积极合作 哈利美国林工 是没有提供 这个详细的协议内容的 但是 华尔街日报就说 军事技术合作 就是这些协议的 重中之重 俄罗斯也会 销售 军备 给印度 更加会和印度合作生产一些军备 另外 俄罗斯媒体也 引述 俄罗斯国防部就说 俄罗斯国防部长 邵伊古 抵达申德里 也参加 俄罗斯国防部长和外长 以加尔会议 以及 外印 政府间的军事 和军事技术 会议 俄罗斯国防部就说 我们 抵达申德里 并且 会 在以加尔 这个形式上 是砸伤的 俄罗斯 也挺厉害的 俄罗斯国防部长 原来 和印度方面 就 军事和军事技术合作 已经第20次会议 当然 邵伊古 是议会议 背面印度 国防部长 新甲 有这么多协议签 证明了一件事 都是没有永远的敌人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大家只有永远的利益 我很相信这一点 当然有些人说 这么现实 不是这样的 国际利益就是这样 不是我现实 是我说出来的 就是现实 东西就是这样 而且 俄罗斯有一项东西 就是 会出售S-400 防空导弹和其他东西给印度 俄罗斯亦会向印度提供 50万枝 这些装备 给中印边境部队 哇 大佬 就是 给一些军备 给印度佬去压制中国 另外 印度官员也投入 是呀 我们现在正在 打算 起草一些协议 就允许 俄罗斯的 舰艇 用印度港口设施 和海军基地 用来加油和维修 好呀 印度的海军舰艇 亦可以获得 俄罗斯舰艇的协助加油 并且 在 俄罗斯远东地区附近作战 还挺厉害的 其实 好像对中国不是很尊重的 俄印 最近签署2021-2030年的 军事技术合作 协议列明 双方 各 军兵种之间的合作 和 军事装备的采购 还有共同研发的事情 我们也看到 俄罗斯总统 出访印度的话 究竟是怎样影响中俄 和世界政治 其实 俄罗斯总统对印度的访问 可以 换成很多人的意义 莫斯科和新德里的关系 知不知道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是追溯到冷战时期 自从那时 自从那时开始 一直都是很牢固的 不是好像一些什么公子 俄罗斯 和中国关系很铁的 是会放弃印度的 当然不会 因为有钱赚 西方就说 其实 俄罗斯和印度 是全天下的伙伴关系 亦是全球外交 一个 比较成功的故事之一 居然 这个卑鄙也这么说 也就是俄罗斯总统 普京和印度总理莫迪 在昨天会面的时候 达到这个标准 除了大批的防务交易 即是军备那些 贸易声明 和 握手 用袍等等标志的 动作之外 两国 还是必须要克服严重的挑战 很大程度上 就取决于两国最近 几个月和 年中做出不同的地缘政治选择 他们 当然 美人关系 刚才我所说的 就可能 会 有些阴影产生 一亿增长的美人关系 可能就会受到今次的 印俄关系 刺激 其实 在过去 十年都是这样的 2020年 特朗普访问印度的时候 莫迪甚至为他举行了一场 大型的集会 就是为了支持 华盛顿 虽然近来 美俄关系是持续恶化 但是莫斯科 很大程度上对于这些刺激因素 是看不到的 但是 当印度加入了由美国 和澳洲 日本组成的四方 安全对话 联盟的时候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终于选择 公开发声明 他 也说 虽然 四方对话 是一个非军事联盟 但是 俄罗斯也 觉得 试图通过推动印太战略 令印度 参与这些游戏 俄罗斯是不会卖仗的 现在 可能他说了一些句话 印度要靠俄罗斯一点点 因为印度的 没有军事系统当中 很多都是靠俄罗斯的 另外 曾经在莫斯科任职的前印度 外交官 亚尼尔说 四方安全对话是俄罗斯的红线 这个也会是将来 印俄两国领导人讨论的一部分内容 俄罗斯对于四方安全对话 这个组织的担忧 可以从近年 俄罗斯与北京日 益密切的关系中理解到 这位印度的前高官也说 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寻求主导印太地区 俄罗斯只可以 在美国的压迫或重压之下 与中国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 以确保在印太地区的 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 中国和美国日益恶化 亦拉近了北京和莫斯科的距离 但是 今次 又看到俄罗斯 又是一个很完妙的平衡 因为他们和印度那么近 但是 中印关系也相当紧张 中印关系的 问题 令印和关系 是复杂了很多 复杂了很多 所以你看到 世界的外交就是这样的 大家互相拉扯 而且关系很复杂 挑来挑去 是吧 所以现在新的地缘政治现实 其实对于印和关系 是有潜在威胁 但是 会不会令印和关系 将来或者关系更差 我就不见得 我觉得不会的 因为俄罗斯是很聪明的 他知道 如果和美国有不和的话 就要和中国拉近一些 但是 钱亦照找 就是找印度佬的钱 印度佬亦知道 和中国对抗 是需要美国 但是 亦更加需要俄罗斯的均比 所以这些世界关系 是国际关系 不会像沉旭辉那样 什么都是黄雅 什么都是自由民主价值 我都说多次了 沉旭辉你会移民印度 肯定不会啦 民主国家 我很简单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到 普京的出访 对于维护印俄这个特殊关系 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俄罗斯来说 在这种关系之下 出访目标就是加强 和新德里的关系的重要性 虽然 地缘政治的 现实 又好像 和他的目标 是背道而驰 因为地缘政治是什么呢 印度也是靠近美国的 所以 也是那句 没有永远的朋友 亦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没错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